高了嗎? 它也很高啊 這個園區好大喔 這個園區好大喔 有雞,這個有加麵線 有雞麵線 腰子乾盤 天包場 幫媽媽裝 要分享一下心得 我們現在已經在飯店吃完早餐 然後準備要去木柵動物園 因為這邊飯店離捷運站非常近 就走路在對面而已 然後剛好又是 什麼縣 剛好捷運又是文湖縣 那文湖縣桌到底 動物園就可以到 要去動物園看動物開心嗎? 好那我們出發好不好 GoGoGo 喔 今天晚上見這個 服務老大 是賤儒設計? 事務市中 只是處理蒼鮑 見看看 是黑色的有沒有 黑色 它的嘴巴是紅色的 哈囉 灰色的啊 它在睡覺 還有一隻 它沒有插進去 它是在那邊睡覺 哇好可愛喔 它叫狐蒙 有沒有很小隻跑來跑去的 沒有看到男人 對不對 它要在上面啊 它要在沙沙上面 可愛的貓熊 你有看到貓熊一直在吃東西嗎寶貝 它的我要彈去哪裡 要去休息了嗎 不過它要玩球球 它在玩球球 太高冷了 太高冷了嗎 它也很高啊 熱帶雨鄰居 穿山夾館 那是什麼 是魚 對 不會它在水裡面 好大隻喔 有玻璃擋住 有烏龜嗎 這是紅毛星星 它有沒有很厲害 它有沒有很厲害 剛剛我們已經逛了整個 大部分園區 本來要走去那個看企鵝 可是實在太遠了 不想走了 我們走到太累了 我們要回去飯店休息了 好不好 好 肚子餓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麥當勞人好多喔 我們回去吃好了 好不好 這個園區好大喔 有沒有看到很多動物 寶貝 開心嗎 下次找爸爸再一起來好不好 這樣子一個媽媽一個人才不會太累對不對 我們一個人可能在 那個要爸爸 需要爸爸 對啊 需要爸爸一起幫忙推推車對不對 不然媽媽一個人走太遠了對不對 下次再找爸爸一起來好不好 還有帶浩浩來 好 那我們回去飯店休息囉 動物園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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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到飯店了 好累喔 在動物園 因為天氣太熱了 實在 也沒辦法逛完全部的園區 園區非常的大 它其實有遊園車啦 只是因為我推了推車 感覺那個推車也不太方便 我就沒有去坐了 然後我們現在回到飯店 買了一些點心回來 吃一下 休息一下 太累了 你不一定要現在吃還是怎樣吃 那我會幫你拿去杯杯 好 好 我們現在 要去吃晚餐 我們今天要吃 全季麻油雞 晚餐到了 我點了 麻油雞 你這個有加麵線 有 麻油雞麵線 香菇雞湯 它是沒有酒的 麻油雞有酒 然後白飯 燙青菜 腰子乾盤 開動啦 下下午茶 下午茶 有5ий 下午茶 在20元 快要突然 下午茶 天啊 早餐 天啊 每天都要跟兔兔一起睡 晚安嗎? 嗨 我們今天吃飽放水來了 我們等一下要去游泳 我們現在要去游泳池 從九樓進去 走 這邊寫健身房 可能在裡面吧 看一下 媽媽來 媽媽來 這邊我們現在游泳了 媽媽 我不害怕了 我要去哪裡了 你這邊不害怕了是不是 好 媽媽這邊不害怕 好 游泳池 先包場 欸 瑞瑞不要下去喔 今天晚上來吃料理夜市裡面的鵝肉條 今天晚上來吃料理夜市裡面的鵝肉條 沙拉 淡沙拉 還在玩嗎? 爸爸還在跳呢 我們去回房間 等一下 你看 東京車站 好可愛 好可愛 嗨 現在已經是早上十點半了 然後我們今天已經準備要check out了 那我在這邊已經住了四個晚上 然後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 首先住進來第一個讓我覺得還蠻驚艷的 就是它的早餐的部分 早餐的部分真的非常的豐盛 然後它有現肩的牛排 光有現肩牛排就已經可以收服我這個愛吃肉的人的胃了 它還有各式各樣雞蛋的料理 我也非常喜歡吃蛋 它有歐姆蛋 水波蛋 炒蛋 半熟蛋 什麼什麼各式各樣的蛋料理都可以讓師傅現做給你 那其他還有各式各樣不同種類的buffet 有日式 中式 西式 它的每一樣buffet都做的還算蠻精緻的 而且白盤什麼的也都還蠻乾淨 然後它每一個攤位 比如說它的生菜沙拉 它的水果 蛋仔麵 然後麵包 然後牛排 它每一個攤位都有專門負責的一個廚師 站在那邊顧它的攤位 就是會讓你覺得 嗯 看起來就是很乾淨會想要去吃 整個視覺感受上 你就會覺得它的早餐是非常的厲害 然後平日的話 平日人已經算不少了 然後我今天是禮拜六 今天禮拜六去吃 我早上八點半下去的時候 有稍微排隊等了一下子 不過它裡面的位置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所以是不用擔心說會到沒位置 不過如果建議假日的時候 大家可以斟酌 我是不是看要早一點可以下去吃 然後因為我已經吃到第四天下來 所以稍微我會吃的都是那幾樣 所以我也沒有吃得非常久 大概就是吃一吃然後就上來了 大家如果有來住宿真的可以去體驗一下 那它早餐我有稍微看了一下 它的早餐價位好像是860加一層 那不過因為我們這一次來住 是住房就有含早餐 所以我是覺得 欸其實還算蠻划算的 來第二個 我覺得它的還不錯的地方就是 它的飯店服務人員 你的態度真的都是非常的親切 比如說我每天就是走下去 Lobby 然後或者是從外面走回來 都會幾乎就會走過來跟你打招呼啊 然後幫你開門或者是按電梯啊 再來就是飯店房務人員 房務人員打掃我覺得他們也還蠻貼心 一般可能如果在外面飯店 他們頂多就是可能幫你倒倒垃圾啊 撲撲床單啊 然後稍微整理一下 然後可是這邊飯店房務人員 他們是會連比如說小孩玩具 然後可能在浴缸散落 我到處都吃 他們是幫你這樣一個一個這樣排好 然後一些 有一些你可能保養品化妝品 他們也是幫我就是稍微整理好 然後鞋子什麼都幫你擺好 整個就是會讓你感受到 飯店房務人員的貼心度 是讓我們也有感受到的 再來的話就是這一間 飯店的地理位置 我是覺得還不錯 因為這間飯店走出去 過個馬路就到捷運站 那這間飯店它是離 南京復興站的2號出口最近 過個馬路1分鐘就到了 它是在文湖縣上面 然後我這一次就是自己一個人 帶小香腸去動物園啊 去榮心公園 然後我下午還要帶他去 Snooby樂園 就是美麗華那邊 ATT4 recharge那邊 文湖縣就可以到 也不需要去換車 我覺得還蠻方便 所以我覺得這一間飯店 地理位置上就是 因為離捷運站很近 所以也是方便 如果像我這樣自己一個人 帶小孩沒有開車的話 就是搭捷運也OK 再來的話 飯店附近吃的方面 我覺得也是非常的方便 因為它離遼寧夜市 大概走路5分鐘左右 也是可以到 就是附近還有蠻多可以吃的其他東西 我每天晚上在這附近 吃幾乎都是走路就可以到 因為開車出去 你可能還要找車位 還要塞車什麼的 所以我們第一天去吃那個藍芳 這間也是食尚玩家有推薦嘛 在遼寧夜市那邊 然後附近也有一些手搖引啊 所以這邊飯店的話 就是雖然沒有到非常非常的行 不過他們打掃的都還蠻乾淨的 所以就會讓你真的感覺到 有日本飯店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這間飯店 真的還不錯囉 就是分享給大家 好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歡迎訂閱一下我們的頻道喔 謝謝 掰掰